你怎么可以是个女人 不可以 不可以 慧如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之前是行事所逼 所有不能告诉你 你先不要激动 我激动 为了你我连宠妃都不当 要和你私奔 你说你爱上了别人 我也忍气吞声成全你们 现在你却跑来告诉我 你是个女的 以前都是我太傻太闷没看出来 是我不该对你一往情深 我知道 你还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可我这么做 真的是为了你好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 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你是女儿身 我对你痴情 你却玩弄我的感情 还骗我说要一起私奔去过日子 你根本就是拿我的谎子 茗玉说过 我们三哥 都曾经是万语楼百弄的棋子 之前我不信 我以为她养育了我们那么多年 或多或少 对我们都应该有感情 可我没想到 她隐瞒我的身世 竟然是为了她的阴谋 不得我 二妻还让我信以为真了二十年 二十年 女儿神的秘密 是她让我坚口不严 而我选择沉 是因为我怕我的身世 给你们带来危险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听了 别去放云楼给我的伤害 你给我的更深更痛 慧容 我以为我们一起经历那么多困难 你会相信我 你会原谅我 会明白我 为什么你到现在才告诉我 你是个女人 为什么你不骗我一辈子 这样我还可以活在幻想 慧容对不起 我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现在万瑜楼死了 我才敢告诉你 我是女儿身 二妻 我还知道 我真正的身世 我才是大门的公主 这事都和我无关 我真后悔今天回到这里 这个活工 曾经埋葬了我的青春 现在又葬送了我的感情 慧容 你先别走 你听我解释 你要怎么罚我 我都愿意接受 现在我只知道我恨你 亏我全心全意的付出 你明知道没有办法给我幸福 却还忍心这样伤害我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也不想再见到你 慧容 慧容 你不想活了 怎么穿成这样 顾公公 您怎么在这儿呢 这位是 明 明妃娘娘 你不认识啊 明妃娘娘想出去走走 下雨了 你没感觉到吗 还不赶快给明妃娘娘拿把伞 快走走走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穿成女儿身 还在宫里到处乱转呢 你不是和肃慧容在一起吗 她人呢 我们俩吵架了 她走了 她说她再也不回来了 你们怎么会吵架呢 因为你穿成女儿身 你穿成女儿身给她看 我向她坦白了一切 她怪我 对她隐瞒了女儿身 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感情 可以不在乎我是男是女 可没想到 我给她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也是 如果患征是我的话 也在乎你是男是女 对她来说 她情愿喜欢的是个公公 也不愿意知道你是个女的呀 早知道她会这么伤心 我就不应该跟她隐瞒这么久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我们家少爷和一帮胡人商队去了大漠 为什么太子要去大漠 皇上不都已经下诏 要巡回太子认亲吗 难道他没有看到皇榜吗 我估计我们家少爷 不想那么平白无故和皇上相认 也许他是想做件大事 如果找到宝藏的话 他就可以向皇上 证明他的能力了 现在大鳄已出 万事俱备 只要他肯回来 什么荣华富贵没有 再说了 真的有宝藏吗 不管是真的假的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那我跟你一起去 那你是以公公的身份去 还是以你这女儿身啊 你想我以哪种身份去啊 如果是以女儿身去 那你可不能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的 凡事都得听我的 那如果以公公的身份呢 我现在可是东西两场的督主 如果你敢沾花惹草 我肯定宰了你 好了 知道了 公公 对了 你师父他们走了多久了 我们还能赶得上吗 有我在 怕什么 这大漠上的伤队 何止千千千叛 又不知有这一只 等他们找完了再说 还是老板娘神算 等他们发现了 也就回了大漠 老板儿大家都加点劲 老板儿啊 省着点啊 我这儿还有风干的鸡肉 来 给我点 驾 找到人了吗 每个人都包着头 如果我是马田佑 也会这样 怎么找 天快黑了 我们找个地方休息吧 好 听你的 走 驾 驾 你怎么会变成女的啊 我本来就是个女的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 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你的女儿身 我对你痴情 你却玩弄我的感情 还骗我说要一起私奔去过日子 你根本就是拿我的谎子 老板娘 老板娘 我的天哪 你说这鸟不拉屎 狗不生蛋的地方 能用啥好东西啊 你看看 就这点废铜烂铁 就这破玩意儿啊 哎呀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看看 看什么看 就这点东西 还不够塞牙缝呢 我说老板娘 嗯 我看你的意思 心里边是不是计划着什么其他买卖呢 咱们这不是快到龙门了吗 我要在到龙门之前 在金香玉的身上拿一样东西 不是 你不会连金香玉都不肯放我吧 你懂什么呀 这金香玉可是以前龙门客栈的老板娘 这个江湖传说啊 他手上有半张西夏王朝宝藏的地图 现在布鲁都正在招兵买马 如果我要是拿到这半张地图的话 我就有了谈判的资格 就特意分得一杯羹 不是 快 快 有个事你别忘了 这金香玉身边的男人 那可是胡忠玉的师父 咱个惹不起啊 怕什么呀 这有什么惹不起啊 我早就想好了一个 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的办法 绝对没问题 就这么定了 来 喝几个 好好喝 来 喝 站站站 来 我这喝完啊 快 吃肉吃肉吃肉 吃肉吃肉 估计明天就能到龙门了 你还在耿耿于怀想的那个马天佑 这一路走来 经过了几十个胡人商队 可是救不见马天佑的踪影 你真的相信那个盗墓贼的话 说不定他故意骗我们的呢 宁可心机有不可心机无我 我打算今晚就行动 那怎么行 那帮胡人就是蛮子 白天我们追赶他们的时候 就要打要杀的 晚上你再进他们的帐篷 肯定会起大冲突 不入虎穴烟的骨子 我必须主动出击 来来来 喝 来来来 吃肉吃肉 吃肉 来 来 兄弟们 吃肉 咱们这次算是发了啊 好好喝酒 来 不醉不回 来 喝 回去立马给你们找娘们 好 好 再来来 喝酒 再来 这时候偷笑 吃 吃一个 吃肉 喝酒 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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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喝 好 好 这个也熟了 来来 给你个 隔着几个慢慢吃啊 我先去睡一会儿 先喝 先喝 来 喝 吃肉 还要吃肉 喝酒 好 好 老子 吃 谁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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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娘 你的计划 能成吗 这赵怀恩和亲相遇 肯定是全身而退了 你还没想到 你还没想到 在这儿 我可以高兴 你还能不得下 你那极限 你还能不能够 你还能够起来 我还能够起来 你还能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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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不起 我已经是皇上的人了 我已经失去了 这辈子最深贵的东西 玉花天 我的心好痛 我该怎么办 我们既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就没有谁对不起谁 玉花天 我错了 你能亲口告诉我这个真相 也一定挣扎了很久 现在的你 应该比谁都难过 而我却没有为你着想 如果你要找回弟弟 我一定会帮你 不断 伤心的 对月谈 只能把回忆赌影前 没人 常对不忍心来 我就是当年兰妃所生的女儿 我就是当年兰妃所生的女儿 天哪 这也太意外了吧 你说的是真的吗 错不了 是万语楼临死之前亲口告诉我的 这没想到这公主的身份兜兜转转 最后就落在我的身上 那皇上现在知道吗 你和皇上现在父女相认了吗 那天我进宫 我差点杀了皇后 我也很想接皇上 可最后我放弃了 为什么呀 我只不过是个公主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想先找到少爷 也就是你弟弟 才肯回去见皇上吧 二十年前的冤案 我一定让他们血债戏偿 不过也是啊 当今这个皇上昏庸无度的 我们就一同辅佐你弟弟登上皇位吧 我真是没想到啊 我湖中遇远来跟你们皇室 这么有缘啊 你知道吗 我和你弟弟可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真是没想到 太子竟然是我们家少爷 我不想当什么公主 我也不想荣华富贵 我只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好了 你说这些我都明白了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你愿意为了我 跟那些前婚就爱一刀两断吗 其实老实说啊 我在认识你之前 我是有生活在女人堆里胡搅蓝缠的 不过自从认识你之后 我发誓啊 不管是西施还是杨贵妃 我以后看都不会看一眼了 真的吗 嗯 女人的事解决了 那钱财呢 就算有了西夏王朝的宝藏 我们也不要了好不好 好 好 你现在是我心爱的你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说个算好不好 你真的愿意什么都听我的吗 我还是不要告诉她 我是公主的身份 省得你和苏慧荣一样 都会被我吓跑 你醒了 你知不知道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都不想醒过来了 你的梦里有我吗 当然有了 你知不知道 我梦见我们结为夫妻 还找到了西夏王朝的宝藏 我们在一起啊 开开心心的 你的白日梦做得可真美 那你要想啊 如果不是为了我们一起找太子的话 也不会共乘一条船啊 那在你心里 是我重要呢 还是你们家少爷重要 当然是你重要了 不过我答应了师父 一定要好好保护少爷的 我们家少爷命运坎坷 一定是吃了不少苦 是啊 这一切都是万语楼造成的 不过你放心吧 少爷啊 一定会脾气泰来 等他有一天登上皇位了 就什么苦都值得了 为什么我们不走官道 而要走水路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去大漠的路途颠簸 如果这么走一段水路的话 就可以避开最艰难的道路 还可以省点时间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单独地待在一起 你也不用穿官袍了 我喜欢看你穿女装 我喜欢看你穿男的 快 好 好了 快走 快走 快坐了 那酒怎么样啊 给这打点 我尝尝 尝尝 来来来 你打不错 来 先坐 还不错 客官 您是吃饭还是打尖 您慢点 快 算什么呀 这个 好 来一边 来 快走啊 快走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别说这么多 先进去再说 好 走 赵大侠怎么会受伤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们昨天和胡人起了冲突 那他这伤要不要紧啊 看这样子像是中毒了 胡人虽然凶狠 但绝对不会下毒 这伤有问题 老陈 来 来来来来 老陈 老陈 把马拉去喂了 好 来来来 来一见 喝好 来 来来 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说不跟着我们吗 难道你一直在跟踪啊 谁跟踪你们啊 我早就到了 你知道吗 赵大侠中毒受伤了 是吗 他们两个先来的呀 我哪知道那么多事啊 我饿了 你点什么好吃的了 那你慢慢吃吧 我有事了 我先走了 你别走啊 你干的好事 我们分开的这段时间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 什么都没干啊 那胡人刀上的毒一定是你下的 这种下三乱的伎俩 只有你这种八祖坟的贼才干得出来 我是贼啊 但我偷的都是死人的货 你凭什么冤枉害你男人啊 你还想抵赖 你这些诡计 到底是为了什么 说 大姐 你先把剑收起来 反正我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 你到底是冲着谁来的 你是行家 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搬门弄斧 咱俩的心思是一样的 屁 谁跟你是一样的 我知道 马天佑根本就没有来大漠 你只不过 是故意骗赵淮安和胡忠玉 让他们跟你回来罢了 那既然你都知道 你为什么不拆穿我 难不成你也想拐待你的男人啊 少耍醉皮子 赶紧把解药交出来 哪有那么容易啊 要想要解药 除非拿东西来交换 你信不信我真的杀了你 我信 可是 如果没有解药的话 明天这个时候 你男人的手就会废掉 再过两天 他就会毒发攻心 长川肚烂地死去 如果你想救他一命的话 就拿你那半张西夏王朝的帝都来换 闹了半天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 都认为我手上有那藏宝图 你之前是龙门客栈的老板娘 龙门客栈的地下秘密通道 是你偷偷挖的 你怎么可能没有藏宝图 龙门客栈是黑店 江湖众人都知道 客栈被毁之后 我已经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 哪来的什么藏宝图 少废话 快把解药拿出来 你没有藏宝图 那我也没有解药 那我就要你的命 好啊 那明天你男人也一起陪葬 墨将叩见都主 五百里快马传令是否已经收到 我们接到京城的密令 已经开始检查出关的胡人 发现有五个年轻的挑夫是汉人 已经把他们抓起来了 都主 我们这是在抓朝内的重犯 还是江阳大盗啊 混账 那是皇上找寻的太子 墨将不知 还请都主恕罪 赶紧带我去认人 是 都主请 既然一定有了少爷的消息 我想先回去通知一下师父 能让师父一起来吗 好 那你速去速回 我先过去 嗯 你这样放血B毒 即使把血流干了 一样会死 都是你那个好徒弟 招惹了什么毒辣女人 非要我交出地图 才跟铁解药 师父 师父 你怎么了 臭小子 你终于来了 我 师母 到底发生什么了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你错在交友不慎 惹了一个蛇蜆女人 老板娘 现在中毒的这个 可是胡忠义的师父啊 这要真被你毒死了 这胡忠义肯定不会放过你啊 到时候我们这些人 哪有心情去找宝藏啊 我可以为我的男人做任何事情 他为什么就不能为赵淮安交出宝藏图啊 难道他真的没有吗 现在这宝藏图在不在金香玉手里 谁都不知道 可问题是你这么做 对我们可没有好处 我话都放出去了 总不能收回来吧 如果他真的没有宝藏图 那只能算赵淮安倒霉啊 我不可能交出解药 我看不是这样 你先把宝藏图拿出来 邀请赵淮安和金香玉 共同参与咱们的寻宝大计 这不就行了 不行 已经有个公主跟我抢了 我干嘛还要分给你一个泼妇啊 不好了 不好了 顾少头 不好了 胡忠义被金香玉抓走了 你快去看看吧 这个金香玉真会选时候 这可真是黑狗闯祸 白狗当灾啊 赶快想想办法吧 走 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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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我下来吧 师母 您放我下来吧 我求您了 您放我下来吧 师母 胡忠玉 胡忠玉 喂 顾少头 你到底做了什么 害得师母把我丢在这儿 一听说胡忠玉有事 你果然就来得快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得问你啊 你令赵淮安身负毒伤命在旦夕 我不找那个垫背的给他 我怎么解心头之汗呢 金香玉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承认是我下的毒 是我不好 是我的问题 可是他是赵淮安的徒弟 你这样做实在太过分 你有什么事直接冲我来 别说了 快把解药拿出来 如果是愿意牺牲你自己 我就不妨找你的男人一起陪葬 你 师母 顾少堂 你快把解药拿出来 你不拿出来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我手道三 你再不交出解药 我就一箭砍断这绳子 让它塞下去闷死 顾少堂 一 师母 二 顾少堂 你快把解药给女侠 他说到做到的 顾少堂 你快把解药拿出来啊 三 顾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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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愿意交出解药 我也可以用内功把毒逼出来 你又何必用顾少堂的性命去要挟呢 这个女人他不愿意交出解药 这个女人他不愿意交出解药 他没心没肺 就该让他尝尝什么叫心脏的滋味 你怎么不问问他 为什么要下毒害你啊 你是我一时疏忽 我相信他不是有意的 你这是被他的外表欺骗了 我告诉你啊 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让我能够交出西夏王朝的藏宝图 你不是跟他说过你没有藏宝图吗 要是有一天我真的有西夏的藏宝图 你会跟我去找吗 我对宝图没有兴趣 还问你以后做事不要那么冲动 胡忠玉毕竟是我的徒弟 好坏我都要负责的 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怎么 你还为了我把他丢进马份里而生我的气不成 胡忠玉呢是有些油腔滑掉 但这个人心地很好 重情重义 我想你也不至于用这种方法去惩罚他吧 谁让他是那个顾少堂的死去啊 你放心了 他是你徒弟也就是我的徒弟 我也不至于真的为难他见死不救 好了 我跟忠玉这次来大漠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马天佑 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不用管 你每天就是想着你那两个徒弟 那以后你让他们给你包家吧 怎么这么臭啊 还是这么臭 臭死了 你 完了完了 胡忠玉 怎么又是你啊 你来干嘛 我 我给你洗衣服来了 你看你身上都那么臭 来我帮你脱一下 你洗什么洗啊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毒害我师父 我师父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 哎呀 我怎么可能毒害你师父呀 这不 这不偶尔开个玩笑吗 这个金香玉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怎么能把全部的气撒在你身上呢 你还口口声声喊的师母 我真当初应该把毒吓在他身上 够了 你还配提我师母 我师母是救人心切 你呢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 成天想着下毒来害人呢 我怎么了 我这样做有错吗 我只想对你一个人好不行吗 狼心狗废 那我真是要谢谢你了 哎 你说我胡忠玉 对你那些三教九流的狐朋狗友 我哪一个没有照顾好啊 你呢 就这么对付我师父和师母 我真的想跟你一刀两断 好啊 一刀两断就一刀两断 我没有一家 那你把之前所有欠我的东西全都还给我 我请你什么 当年罗门客栈重建 是我的兄弟帮着建的 你现在要跟我分道扬镳 那罗门客栈我得拿一半 你难不成让我把罗门客栈给拆了 再分给你一半啊 不止这些啊 这些兄弟的工钱你还没付 你得把账给我结了 杂七杂八加起来 差不多整个罗门客栈吧 顾少堂 你怎么那么黑啊 不仅下毒害我师父 还想从我身上扒一层皮啊 你就不怕这辈子遭报应啊 我是什么呀 我就是一小人啊 不像你师父 那是大侠 至于你嘛 这个刀子嘴豆腐心 我也不想跟你计较 你 你以为我怕你啊 好 好 好能不跟女斗 就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啊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嘛 我只是不想让你这么针对我而已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嗯 那要不我去给你师父道歉 哼 道歉 你会道歉啊 嗯 黄鼠狼给击拜年吧 你 我告诉你 你最好不要出现在我们所有人面前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哎 胡忠愚你怎么回事啊 我都已经很低三下四的跟你说话了 你怎么害怕我呀 你不是答应过我和布鲁都要照顾我们一辈子吗 胡忠愚 当初是你说讨厌我挖坟 要我跟你一起开龙门客栈 好 现在开了 你人呢 跟一个什么平白冒出来的师父去京城 你说你这样做好不好 还有 你不是答应过布鲁都要帮他找回宝藏吗 你做过吗 现在连个什么太子都记忆着龙门飞甲 你别忘了 他可是西夏王朝的宝藏 胡忠愚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人 有了新朋友就忘了我们这些旧朋友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 再也不想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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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妞 去哪儿 大爷 大爷 烧你的 真是烦 走了 小妞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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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胡忠愚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真没有见到我们家少爷啊 我见过太子 那五个人都不是 那奇怪了 我们家少爷到底会去哪啊 驿站的纪将军告诉我 还有一些人已经抵达了 五十里外的龙门客栈 那我们要赶快回去 如果在龙门没有拦下他们的话 等他们去了大漠就更难找了 你放心 我会调动驿站所有的人马 去找寻太子的下落 刚刚你为什么那么狼狈 到底出了什么事 别提了 因为那个顾少堂 真是想见想疯了 你们是不是 也在找西夏的宝藏 我看除了我和师父啊 来这里所有的人 都是为了宝藏而来 六十年的甲子就要到了 黑沙暴即将来临 不知道龙门飞甲的传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果真的有西夏的宝藏 那也应该归我们大明王朝所有 难道你也想分一杯羹啊 既然是太子想要这份宝藏 那我就会如他所愿 祝他一臂之力 可是这西夏王朝的宝藏 毕竟是属于西夏的呀 西夏当初可是我们大明的藩邦 年年进贡 后来是因为起兵作乱 才被我们剿灭的 王国的宝藏 当然是属于我们大明王朝的